警方对媒体表示,这名女子因违法入侵而被捕。 警方对其签发了告票,并且在15分钟之后将她释放。 此事导致今早警方与示威者之间的紧张情绪升温,但所幸并没有引起冲突。 今早4点钟左右,大批警员抵达St. James公园。 从6点半开始,警方两次使用扩音喇叭向示威者喊话,要求示威者尽快离开。 6点45分,警员持手电进入公园,为公园内的帐篷贴上编号标签并且拍照,以便示威者之后将帐篷取回。 7点30分,清理小组到达公园并开始拆除帐篷。 此外,St. James公园周围街区,包括Jarvis Street和King Street East部分路段被警方封闭。 市府表示,驱逐行动按计划和平进行。 另外,大约200名安省劳工联盟成员在中午前从安省立法会游行到St. James公园声援示威者。 然而,该组织主席在发表讲话时,呼吁示威者不要与警方发生冲突。 目前,大部分示威者已经放弃抗议行动,但仍有极少部分示威者坚守营地。 有人威胁将会发起绝食抗议行动。